大家认识这种野菜吗? 它叫猪毛菜,又叫刺朋 是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野菜 它营养丰富,具有瓶肝浅阳,润肠通便等功效 每年夏天,妈妈都要摘二三十斤猪毛菜回家储存起来 我家冰箱里还储存了十几斤季菜,五斤菠菜 等秋后没有新鲜蔬菜了,就吃冰箱里的冻菜 今天,厨娘就与网友们分享一下猪毛菜的储存方法 一起来看看吧 摘回家的猪毛菜,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后,捞出,沥干水分 锅内加水烧开,放入适量盐,滴两滴食用油 将猪毛菜放入锅中,搅动一下,使其受热均匀 焯水一分钟,猪毛变软后,将猪毛菜捞出 捞入装有清水的盆内,过凉 然后将猪毛菜团成小团,挤干水分,放在案板上 全部团好后,装入食品袋内,放在冰箱冷冻保存 随吃随取特别方便,不管是蒸包子烙饼都特别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,明天见